据CGTN消息,泽连斯基昨日对外喊话中突然反悔,表示不会考虑俄罗斯去军事化以及去化的要求,还称如果北约愿意真诚地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,那么乌克兰将准备加入。 这也意味着泽连斯基撕毁了第五次谈判的成果,不再寻求中立。 在俄乌第五次会谈期间,俄乌局势整体来看有所缓和,俄乌双方就中立问题的谈判有了实质性进展。 但近两日,俄乌局势又发生巨变,泽连斯基的态度开始越发强硬,如今更是拒绝了保持中立。 泽连斯基这次突然反悔,主要有三方面原因。 第一个原因是,西方又开始对泽连斯基化理。 近两日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动作再次频繁起来,欧盟与美国于4月5日宣布了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措施,同时北约将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。 而布查事件也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新一轮的舆论战以及外交战。 很明显,这是西方有异谋化好的新一轮对俄攻势。 这些都是美西方给泽连斯基化的饼,让泽连斯基认为,只要美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,乌克兰就可以与俄罗斯相抗衡。 第二个原因是,泽连斯基对战场形势有了新的判断。 俄军进行战略调整后,基捕地区的军事压力已经骤减。 此外,俄军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彻底控制马里乌波尔,这也意味着位于顿巴斯地区的乌军也许能拖更长的时间。 所以,泽连斯基或想要配合美西方持续给俄罗斯施压,以促使俄罗斯能够放弃部分谈判条件。 第三个原因,俄乌之间的谈判很可能已经破裂。 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今天对外表示,俄罗斯无意与乌克兰玩猫鼠游戏, 不想和乌克兰从头谈判。 而且还暗示了俄乌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,乌方要求俄罗斯先撤军,乌克兰再举行公投决定双方谈妥的条件。 俄罗斯很清楚,如果答应了乌克兰的要求,那么乌克兰完全可以操纵公投结果,让俄罗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有了辛明斯克协议的前车之鉴,相信俄罗斯不会再轻易相信乌克兰的承诺。 当然,不能排除乌克兰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通过谈判解决问题, 谈判只是美国交给泽连斯基的任务,目的是托住俄罗斯,让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。 泽连斯基这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做派,对双方的谈判极为不利。 俄乌之间达成的任何共识,都有可能因为泽连斯基的随意反悔而失去意义。 只要美西方的援助不停,乌克兰就会一直反复无偿,一直嘴硬下去。 所以,在乌克兰问题上,俄罗斯想要的只能在战场上取得。 接下来,俄罗斯将面临的压力远大于第一阶段。 在战场上,乌东地区仍有数万的乌军精锐,而且西方军事援助仍源源不断。 依靠马里乌波尔那样的战法,俄军不但还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,而且在红场阅兵前,很可能无法结束在乌克兰的战斗。 在经济以及政治上,美西方将加大对俄罗斯的打压力度,会利用舆论优势,抛制各类不利于俄罗斯的讯息,白头盔事件肯定还会在乌克兰多次上演,让俄罗斯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。 西方陆续出台的经济制裁所失,也会让俄罗斯担负更大的经济压力。 虽然面临重压,但俄罗斯已经退无可退,拿下顿巴斯地区,完全控制卢干斯克以及顿涅茨克,是俄罗斯最基本的目标。 泽连斯基的承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,不过谈判仍要继续,否则又会被扣上无怨和谈的帽子。